大家好,我是Asterum 今次再介紹 狗拜的NFT 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如何介紹呢? Screen Record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NFT 基本上就是 現在的人 賣到沒有東西好賣 把電子 電子圖片 影片 或者直接電子畫 拿去買 不知道編碼裡面有什麼 是可以複製不了的 那那個編碼就代表 它是最原始的檔案 這樣就可以賣出去 如果人家說是值這個錢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人家說是投資的 那 自然 投資就有風險 那些 那你賣來是自己收藏 就不用來投資了 今次狗班賣的是一架 E500MMC Faceslip 的 3D模型 那還要買的時候 買這兩千個的時候 就送一架真實的巴士模型給你 它有包一架真實的巴士模型給你 算了 算了 剛剛等了 三天 星期四買的 星期六 不是太兩天 等了兩天 就有 收到電郵 可以開APP 不知道是同一個 Gmail帳戶就可以了 現在就第一次開這個巴士的3D模型 那又 有兩個模式給你選 那剛才的白色背景就是就這樣給你觀賞這個模型 那控制相 就煩一點點 始終你是不能 怎樣 左右移動它 只可以放大縮小 和轉它 所以變相 很多位置是看不到 變相要開去第二個功能 就是AR功能 才行 AR功能就是直接 把巴士放在你所見的 畫面 開這個鏡頭 拍一個空間給它放個模型 那你就動來動去 就可以射圍看車 那還有 AR功能的 好處就是 你可以 靠動個人 動一部機來 看車 不用不斷打個屏幕來搬車 那當然你的環境都要夠光 才擺得漂亮 不然會折得很厲害 可以靠動一部機 看進去的模型 甚至鏟進去都可以 真的挺過癮的 它有多光亮 當然對得太近 就消失了要再開過 好 在這裡 它那個AR技術就一般般 剛才都 對 挺適合的 但是這個模型真的做得不錯 可以看到它的設施 標籤那些都做得很齊 對 不過要在這個模型走上走下都很難 反而始終 就這樣拿著電話在這裡動 接著那個程式又不是很追蹤得到 你是在動去哪裡 搞到畫面都很窄 所以真的很難拍到什麼 很順暢的畫面 對 看到這些標籤都整齊了 那下層 直接穿過地板 也不用樓梯 關內座 我也有另外做了的 木紋也有 對 不准暫留 好像標籤齊齊了 巴行樓梯其實也 有點懶 至少巴士不停左右搖 有點疾 其實應該不要在床上拍 打算是房間會拍得輕鬆 看來也要大一點空間才行 滅火筒不是太精緻 那出來的客人就站在桌子後面 那 直接打個屏幕搬他過來 和貓合照也試一下 暫時看來有點像1比64左右 好 好 拍完照就自動清潔在你的圖片庫 不過畫質就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噁心 對不到招感 但其實畫質很差 不過可能兩樣都是 始終都不太覺得它有動過 對焦的畫面 好 好 今天又拍了一幅 開始看看車子的仔細 電子牌不能動 你要不同的路線 就自己買的時候選擇定 車頂K&B 都是這個第二代的紅巴配色 好 好 好 有點難控制 熄了就開過了 好 那 就看看上層先 喔 那個螢幕說本站是尖沙咀碼頭 有趣 如果其他螢幕就這樣顯示K&B 反而這個會有部站系統看 不知道其他路線有沒有不同 是那個螢幕 還是全部都是本站尖沙咀碼頭 我猜應該不會改這個 是不是有扮落下層呢 實際上當然是蹲下的 這輛車全部都裝上安全帶 我下車燈沒有弄到紅色 就這樣白燈 看看太平門 然後走到前面 這裡沒有見過車站 就這樣看扶手 嘩 有酒精搓手液 想不到有8通 弄上車站位 看看 台盤 儀錶是靠拍照的 那些按鈕全部都是拍照的 再按鈕下來 摔不到 嗯 這樣就 還有什麼看 座椅後面有沒有東西 噢 有個表 限70 很多公仔 在虛擬世界上坐這個車站位 感覺不到東西 噢 8通 對了 是不是拿8通版權 弄人的logo 弄人的名字 太多了 不能按 很新鎮 其實開到門就正 那無聊這樣玩呢 一路自然都要試一下碰一下 然後扮 捧著車 然後踏下去 這樣 暈倒不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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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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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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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